大家好,我是來自GT4的小馬哥 小馬 我要得 好,大家要叫小馬哥 他是阿瓜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就是 2021年機械表演最遲的收藏 什麼牌子 SEKO的 SEKO的話題是什麼 金工 你講的是什麼表 2021年 2021年機械表 這樣他是MATRIE還是機械表 他是放電磁的 還是機械表 好彩啦 今天我們就一起帶一帶去看一下 異常有復古的這種 飛行街道 或是這種軍事風 全境的超人物 這個款式 我們一起看一下 哇,你看這一支表 帶在小剛的手上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 怎麼說呢 有軍事的那種 味道 真的是非常的有心 而且尺寸 它比老款 縮小了之後 真的是更適合每日 日常可以佩戴 就是我們所謂叫 daily watch 那今天呢 在影片開始之前 先感謝一下馬來西亞 吉隆坡 Mid Valley 金工的旗艦店 借小剛拍這支手錶 那對這支錶 是對這個SECO 金工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去聯繫一下 那有什麼沒有提到的一些規格 小剛會留言在下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還有其實這支錶 它出了很多的顏色 那如果你們想看 好像之前跟jaclyn做過一些 在金工旗艦店這邊開箱 那些這個全套的這一種 顏色的這個錶款 那可以留言一下 給小剛知道 那小剛會安排 那今天要講的這一款 可以說是 一直以來都被 譽為是一款 這個說入門 非常高性價比的這一種 入門真的是說入門 非常親民的 馬幣1000以上 好像這種馬幣幾百塊 你就可以買到的這一種 這個怎麼說呢 它折扣了之後 幾百塊 你就可以入手到這一種 大品牌的 金工的一種機械錶 這個錶款 那今天要講的 這個就是SRPG27 SRPG27這個款式 那它是在這個 金工Sacrify Sport 裡面的一個 這一個款式 那它是一個 全新的改款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它其實是有個老款的 那它老款就是 SECO SNZG15 SNZG15 那其實這一款 就是一直以來 就剛剛小剛有提到的 就是一直以來都在網上 非常多的話題性 說到這一種 一千以下 這個就可以買到 這種機械錶 哇 這個非常高性價比 要什麼可以入手 這一款就是經常被人家提起的 其中一個款式 那所以今天大家非常有幸運 可以看到小剛同一時間 拿出一個舊款 一個老款 跟一個新的 全新發布 2021年最新的這個款式 一起拿出來 在影片中 給大家做一個比較 我們來看一下 一些它這個細節上的更改 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個是全網唯一的這個視頻 那大家非常有幸運 幸運的話我們就來一起 來盤一下 這一支錶有多 改了一些什麼東西 那非常多的朋友想看 那它這個 說到這一支錶 SECLE SMZG 跟這個SECLE新的SRPG 那其實它 在新的這個錶款上面 有兩點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 第一點是它的這個機型 第二點是它的這個尺寸 這個這個錶科的這個size 這個尺寸 這兩點是小剛 它改了之後 是小剛個人最最喜歡最喜歡的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右邊的這個這個款式 就是我們所謂講的這個 SMZG15 這個全不鏽鋼的 這個老款的 那最全新改款的呢 這個就是左邊這一支SRPG27 這個款式 那這個款式 小剛今天拿出來 給大家看的都是 怎麼說呢 就是全不鏽鋼的 而且是最經典黑面的這一種 而且是這個配這個鋼帶的 這個就是說我們說 最高性價比的這一種 因為這個黑面 它真的是非常有那種軍事風 非常有那種復古 帶一點那種軍事那種 飛行員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一支錶 一直以來都大受歡迎的 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它帶手上非常有心 就不會像那種 娘娘槍那樣子 那這個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點 那我們來先來看一下 你看我們先講一下老款的 SMZG呢 右邊這一支進攻這個老款 你最主要你會看到 它其實是一個42mm的這個錶殼 這個錶鏡 它是42mm的 那它厚度也大概在12mm左右 它的這個寬度呢 就是在這個 這個錶帶的這個寬度 錶的這個寬度 是用了這個22mm的這個錶帶 那新款的呢 SRPG27這個款式呢 它其實已經把這個尺寸 縮小到去39.4 哇 其實39點多 就39到40mm這個規格啦 對於這一種 比較有一點復古的類似 這一種軍事風 我個人覺得 這一種有陸戰 這是很軍事的這一種 我個人覺得這個尺寸 真的是非常好 更符合小剛剛開始有提到了 這個日常可以佩戴 這種日用擺搭這種款式 因為它縮小了之後 戴手上是剛剛好 那個錶尾到錶尾就不會太長 那這個錶尾到錶尾就是48.1mm 所以男生女生 這個長度 就是我們錶尾到錶尾這個長度 真的是非常容易可以加油 厚度呢就比這個老款的呢 就稍微厚了一點點 在13.2mm這一邊 那其實它是有原因的 就剛小剛有提到機性 因為它機性也更換了 那等一下我們再聊一下 那這兩款呢 提到它價格呢 哇要講一下 老款的呢 是馬幣定價 我們先說的這個是原廠 這個品牌的定價 是不是這個折扣之後的這個價格 那如果對自己比較 什麼價格折扣那些 可以去詢問一下 那這個定價呢 老款的是定價1000馬幣 準準1000 那我們說現在最新的價格了 那這個左邊這一款呢 新的款式呢 這個新款呢 是在馬幣1135 其實它只多了 100多塊而已喔 它貴了135塊 所以這130多塊呢 我跟你說 它連機性都把你更改 就upgrade 提升去 這個更強更好的 這種4R的機性喔 而且這尺寸縮小了 哇我覺得這一些喔 都是非常值得去討論的喔 那這個就是價格 所以我們尺寸講了 這個價格也跟大家說了喔 那我們現在說一下 面盤的一些分別啦 其實這支錶喔 跟它之前的那個老款喔 其實是大同小异的 你第一眼看下去 是大同小异的 但是你仔細看的話 細節上喔 它其實是有一些更改的 那最主要就是說 這個一個款是Sacrify Sport嘛 那這個你看 這個就是所謂 全金的這個超人5 那超人5其實當然你看到 第一眼 12點鐘中間這個部分喔 12的那個數字下方 進攻的那個S 那個5Sport那個logo啦 那個5 那個5的那個數字那個號碼喔 那你看這個就是 有一點像那個 我們說超人的那個 所以這個是我們叫全金 你看到這個就知道 它這個一定是新款的這個 改款的這個超人5 那旧款呢 你會看到它還是一樣寫這個 很明顯你就是看到一個5這樣子啦 它就寫一個5Sport這樣子啦 那這個就是 新款呢就沒有那個Sport的字啦 就是放了一個5 那下面 主要你看它還是一樣用這個 阿拉伯數字的 非常的大喔 它是以黑白喔 這個index這些啦 通通都是白底白字的喔 那底表盤的部分 它是以全黑的 所以這個在這個識別度上面呢 閱讀這個時間呢 是第一眼就可以讀到 非常的方便 而且阿拉伯數字是做的特別比較大 那這個就是那種軍事風 應該有的這種設計啦 非常好 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幾多點嘛 現在是多少點 什麼時間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還是一樣 你會看到它主要也沒有太多的更改 也像阿拉伯數字1到12 然後那一圈的部分呢 小一圈呢 你會看到有這個 24小時這個值的這個 這個時間還是一樣喔 然後現在秒針也是 前端的部分也是有用這個 紅色這個點綴一下子 那主要你會看到喔 還有一點點分別就是 老款的呢 它這個外圈啊 這個分針 這個刻度 它的那個index啊 這個外圈它是有做 跟這個內圈呢 它是好像兩層的 你會看到 它是好像凹凸下去一層的 就是這個外圈它是另外 在上面一層圍著的喔 那新款它就改了 感覺就給人家更加的簡約 更加的簡單這樣子啦 就看下去跟人家乾淨這樣子啦 然後你就看到它整個那個表盤喔 新款的這個SRPG啦 它就完全是沒有做這種兩層次的 這一種 這一種 這一種設計啦 它沒有用這個設計 它就直接把整個面盤是做鋪平的喔 你會看到喔 它這個就有改款 還是一樣喔 也是一樣有這個 怎麼說呢 防水也是一樣 這個100米 這個100米的這個防水 這一些通通都有喔 那而且 一代如果最關心的就是 放心喔 這個價格肯定是不會給你這個 藍寶石鏡面啦 不過這個是它的這個 進攻Hardlex Crystal啦 就是說 它還是一個礦物的這個 也稍微有一點防刮的這一種 礦物的玻璃啦 兩款都是一樣不鏽鋼 那再說到機性的部分 第二個小剛要講啦 這個就是特點 我非常喜歡的 因為之前的這個機性啦 一直以來都是7S的 這一種非常入門的 不能夠這個秒停啊 不能這個做這個 手動的上鏈這一些啦 那今天它換了這個 4R系列的機性喔 那提升了4R系列的機性 也是一樣動力儲存 高達40個小時超過喔 只不過它有了這個 秒停的功能啊 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手動的上鏈這一些 通通都有喔 哇這個 我更新的這個4R的機性 我個人只有秒停的功能啊 手動上鏈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重要啊 對一個真的是 我經常可以玩表的人來說的話 那今天就是這一款 要討論的我們這個SRPG 跟這個這個新款的 全新的進攻超人5啦 這個非常有軍事 復古的這一種 這一個錶款 跟這個旧的SECO SMZG 這個比較喔 那朋友們喜歡哪一款 留言在下方 你喜歡旧款還是新款 小剛想知道一下 我們下期再見 我是小剛 掰掰